不少女孩子都喜欢留着一头飘逸的绣发 但是中山女高的学生却主动剪去自己的长头发 为的是要捐给因为接受化疗而掉发的癌症病友 学生们说虽然还是喜欢留头发 但是想到可以帮助别人就觉得很快乐 就读中山女中的庄同学拥有一头长发 但您一定想不到 之前她的头发其实还更长 有要长长的 其实有要长长的 其实当初剪是在这里 然后后来原本是大概这样子吧 然后剪到这里 这些学生剪去自己的长头发 全部都捐给饱受化疗掉发困扰的癌症病友 而其中捐出50公分绣发的林同学 因为家人得到癌症更是感同身受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她的头发是很少 然后她只是为了麻烦把头发剪很短 然后就跟以前看起来很不一样 然后让我觉得她瘦了很多 然后就觉得 虽然还是比较喜欢长头发 但是想到剪去自己的秀发 可以帮助别人就觉得很快乐 就是帮他们忙 因为其实有些会常常会遇到一些 就是常常会有癌症的那种患者 然后就觉得他们这样子好可怜 然后原来捐发可以帮助别人 这大概是法径开放以来 有这么多学生主动要剪去自己的长头发了 谢谢 谢谢 谢谢